4.宿命通 能知道人家的过去 如果能知道人家的过去 就能知道自己的过去 5.神族通 神族通讲的不是灵界的意念 到各处去游 而是说 现实生活中 你的脚会到处去游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在现实生活中 喜欢旅游的人就是神族通 师父还说 但是要知道 他们四处游是在做什么 神族通必须要做功德 神族通也是修炼而成的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分享学佛心得 守戒士德 关注念头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慈悲加持保佑 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弟子跟随修行心灵法门又13年了 转眼间 转眼间吃素快11个年头了 清修快9年了 2012年香港法会回来立即吃全素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慈悲加持保佑 感恩師父 感恩师父慈悲看图腾和30多次跟师父电话加持 让弟子通过五大法宝和不断更新学习白化佛法开示 知道了戒律清规的重要性 师父的博客和弘法录音循环播放 收听收看 深切体会 一念善恶都有果报献前 身口意最要修的就是自己的意念 意念决定着自己的行为举止 一,这段时间自己在不断坚持度人中 感受非常的发喜 我们当地现在是三福天 恰逢旅游旺季 每天下班公交车都是很多人 想要找个座位都很难 上周一直积极帮助度两位新童修关于念经 每天在朋友圈做法布施 菩萨都很慈悲弟子呀 连这两天坐公交车都有座位 一次人多从中门上车 前门人太多了挤不动 结果刚坐了一站就有空座位 第二天下班上车还没有站稳呢 一位大约中年的男子就主动给我让座 我都不好意思了 他就是让我坐下 我笑着感恩他 上了一天班的确很累 坐在那里念经 心里感恩观世音菩萨加持保佑 二,还有一件事情 昨天下班楼底下一辆车上 顺便买到了十元一把 十枝香槟色玫瑰花 原来他们说买东西送给别人预定还剩下了四把 便宜卖了 前一天我就在想要去买花了 结果时间紧张附近没有去 碰巧了 居然能买到玫瑰花 省了好几十块钱呢 插在花瓶里香味扑鼻 美美的赶走了一天的疲倦 三,昨天晚上听师父的录音 随便打开 居然听到我跟师父之前在悬疑问答节目中的交流 弟子真的是感觉太开心了 感恩师父的法身加持保佑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纪念地藏王菩萨诞辰日 师父开示极紧 二,地藏王菩萨之大愿 二,地藏王菩萨救度地狱众生 乃愿力所为 选自2018年6月24日 悬疑问答 现在有的人求事业 会许愿赚多少钱 拿出多少来做功德 他许愿的话 这个比例最低要求多少呢 实际上他的许愿他只要 他只要能够大发心 菩萨就会保佑他 明白吧 他是这样 明白明白 他是根据你的愿力的大小来成就你的果位的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 地藏王菩萨的愿力大不了 哎呀太大了 好了 成就地藏王菩萨的果位了 佛呀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 菩萨为什么就称他们自己为菩萨 就是为了放低自己啊 平等心啊 实际上地藏王菩萨 我问你是不是佛了 是他是地藏古佛 好了 知道了 那么就好了 明白 师父 地藏王菩萨 在度化地狱众生的时候 是怎样度化呢 您给大家讲讲吧 他的愿力所为啊 那观世音菩萨怎么度化人家的呢 对不对啊 给人家愿力所为啊 你地藏王菩萨 你比方说你到下面去了 救助那种苦难的众生 那些曾经做过坏事的 对不对啊 那些那些那些已经受了受了果报的 在下面的那种啊 这个这个苦难的众生 啊 那么他这个愿力会在他的心中 产生一种强大的一种磁场力 超级能量场 是吗 你看看地藏王菩萨 他在成就这个果报当中 他曾经是以大孝和大愿 广为流传的 地藏王菩萨 他是大愿菩萨 你们知道吗 对不对啊 对对 就一个简单例子吧 啊 一个 一个非常非常有 得到的高身 他已经是菩萨了 他是佛了 他许了一个大愿 去救度众生 啊 那么他是不是他的愿力会散发出光芒啊 对对 是的 啊 那么只要闻到他这个光芒的 那么人家说你就会得到这个救度 啊 就会得到救度 实际上他是一种光芒 就怎么来去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啊 怎么样举个简单例子 比方说啊 我今天说啊 2019年啊 几月开始 啊 你将啊 得度 你是不是从现在开始 你虽然还没得度 你是不是已经感受到 你已经有希望了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你毕业之后 我指定你可以到某个大公司里面去 你读书是不是有兴趣了 有有那种能量了 这个能量场哪里来的 这能量场面就是因为人家的愿力呀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啊 这个这个新清华大学说了啊 我要将这个中学里所有的学生全部弄到我们清华大学来 你说这个愿力一来 是不是这个中学里的所有的学生是不是 欢喜雀跃啊 对对对对 是的 那么他们进去了没有啊 还没有 但是你们他们开心了吗 开心 那为什么 那么是因为清华大学的愿力 能让这么多学生已经开始感受到愿力的能量体 让他们加紧学习 让他们感受到今后有前途 有希望 有未来 是这概念啊 明白了 师父 讲起清华大学的校训 自强不息 厚得债务 这些都是厚得债务 厚得债务啊 你一个人要 要实际上追求 追求当时的成本 那是最傻的人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看做生意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啊 你看这个 这个很多大菩萨 他都是 他就是这个先生文像啊 先生文像是什么意思啊 那地藏经啊很多人动不动讲地藏经 地藏经里面说以神通力献生文像 菩萨到地狱去救人没有神通的 没有神通怎么救啊 为什么要献生文像啊 生文像就是出家像啊 明白了 为什么说叫出家师啦 出家师都说 法师们就是给人家一种模范的样子呀 对不对啊 对对 明白明白明白 地藏经里面都讲了 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肮脏了 所以你 你没有 你没有一种很大的怨力 你甚至连你的苦恼 连你这个人间的肮脏的东西 你都不能 都不能这个这个 完全完全消除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地藏菩萨 他为什么要立誓 要度尽六道一切众生啊 自己才成就佛果呀 对不对啊 你就说师父这种 这么小小的学佛人 师父都有要度尽 全世界一切有缘众生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其实弟子也很感恩地藏王菩萨 当年是地藏王菩萨 叫我接触了师父的心灵法门 感恩地藏王菩萨 菩萨都是很慈悲的 菩萨不会这么小气啊 对不对啊 对对 菩萨慈悲我们 五着恶世的众生啊 他他他就是 只要你能够一一念善心 他就叫你所求而消灾征服啊 啊 其实他就是什么呢 地藏王菩萨也好 就众位菩萨 他就是要以成熟众生的善根 成熟你们的善根啊 善缘呢 善力啊 就是这样啊 对师父 我觉得师父说的菩萨的境界很高 无论你修哪个法门 你只要成就了他们就高兴 是这样吗 师父 对啊 他的目的就是救人啊 他只要救到了 他当然开心啊 你医生倒是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救人啊 你如果一个医生为了救人 你当然就高兴啊 你如果一个医生为了赚钱的话 你看人家病好了 你就难过了 因为你没钱赚了 对师父说的太对了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六 漏尽通 全称为漏尽至正通 就是自己能断除烦恼 把自己不好的东西消除漏尽 把人间的东西全部漏尽 能自己断除烦恼 如果能想得开 能断除烦恼 就是菩萨的境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嗯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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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